我現在呢 就走在懸崖的兩邊 這個地方啊 風特別的大 腳一滑 隨時有可能掉落下去 誒 我前面好像有一個人正在懸崖邊跳舞 我們去看一下 現在我已經到達大峽谷底部的住宿區 這個地方特別的冷 我今天早上還在過夏天 而現在呢 我已經在過冬天了 這個地方的室外的溫差至少在20度以上 現在估計它的室外的溫度可能只有四五度左右 特別的冷 這個周邊沒有什麼吃的 周邊都是一些酒店和一些汽車旅館 所以呢 我現在得趕快上去了 因為太冷了 來看一下大峽谷的早餐 在大峽谷吃早餐呢 還是蠻豐盛的 這裡有各種各樣的麥片 水果 牛肉餅 香腸 雞蛋 雞蛋餅 蛋糕 麵包 還有檸檬汁 還有咖啡 草莓味的 菠蘿味的 還有牛奶 還有雞蛋 雞蛋都是冰的 這裡是專門烤雞蛋用的 看上去太不錯 來看一下我的早餐 就是雞蛋 培根 牛肉餅 酸奶 還有熱飲和冷飲 那今天呢 就跟我一塊去大峽谷國家公園 感受一下大峽谷國家公園的美景 大峽谷國家公園的溫差非常的大 到了晚上一般都是零下幾度到十幾度 就像昨天一晚上的時間 我的汽車已經被茫茫的積雪所覆蓋 那到了白天以後呢 太陽出來以後又感覺到非常的濁熱 就像現在我穿成這樣 都感覺到非常的舒適 沿著這條路一直在前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大峽谷國家公園 那大峽谷國家公園被科羅拉多河分為了South Ring和North Ring 那South Ring呢 它會開發的比較的完善一點 也是現在遊客最多的地方 而North Ring呢 相對呢 會比較原始 所以一般冬季呢 都不會開放 前面就要進入國家公園了 技術每次進國家公園的時候呢 或者是你要有去美國旅遊的計劃 一定要買國家公園卡哦 一定要買國家公園卡哦 在美國旅遊 要是你想前往一連串的國家公園 如果你有這樣的計劃 那麼最好買一張國家公園PASS 就像現在我手上拿的這一張卡 有了這一張卡以後呢 你就可以在所有的國家公園裡面 任意的穿襲 這張卡的價格是80美金一年 是不是很划算呢 當然 如果你以為現在進入到了電視購物頻道 你以為我正在廣告推銷 那麼你就答錯特錯了 其實 如果沒有這張卡 隨便進入一個國家公園 就要25到30美金 你覺得划算嗎 大峽谷園內已經被茫茫的積雪手覆蓋 那瀏覽大峽谷國家公園 它分為紅線和橙線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線 其實不管什麼樣的線 那它都是比較不錯的一個欣賞的觀景點 只不過呢 那有一些呢是欣賞日出 有一些呢是欣賞日落 那今天我行程的一個出發點呢 就是從South Street開始 那從這個點開始呢 可以直接徒步到大峽谷的谷底 那麼我們從谷底 從底往上去眺望一下大峽谷底部的美景 Hello Morning Can I use this card I just need Oh I need you to sign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Oh welcome Can you write your name in English? OK Would you like a Chinese map? Yes Could you give me one? Sure Oh here OK Oh thank you Thank you Oh Yeah Bye 那進去以後呢 它就給了我這樣的一份地圖 以及裡面的觀光指南 那現在我們的旅程呢 就從這條路開始 這裡呢就是大峽谷國家公園 大峽谷國家公園呢 經過了科羅拉多河的幾千萬年的流逝啊 就變成了現在的這樣的一種奇觀一景 來我們看一下 遠處的大峽谷啊和前面的這些泥土啊 全部都呈現的是紅顏色 站在這一個地方啊 不得不感嘆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造就了這樣的一些自然奇觀天然奇觀 真的是太漂亮了 為了對國家公園的保護啊 很多地方其實都沒有什麼保護措施 就像現在我走在這個地方啊 它其實沒有什麼護欄 我現在呢就站在懸崖的旁邊啊 底下呢是幾百米深的這樣的一個峽谷啊 真的是站在這個地方啊 腿都是不自覺的在發抖啊 真的是太恐怖了 嗨 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 我現在坐在這個地方啊 簡直猶如坐在跳樓基上面啊 隨時都可以可能掉下去啊 我真的很擔心這一塊岩石啊 隨時有斷裂的可能性啊 真的是太恐怖了 嗨 這一路啊有很多的山羊石 小心不要踩到地雷了 這裡的山羊啊 還有這裡的梅花路 和這裡的一些野生動物啊 特別的多 所以經常在晚上的時候呢 開車啊要特別的小心 我現在又到了一個懸崖的邊上啊 這個地方啊又是一個幾百米高的懸崖啊 真的是太恐怖了啊 我推進來一點 前面的能見度啊特別的好 風景呢 視線啊都是特別特別的棒 我現在身旁這塊岩石啊 早在一千六百萬年以前呢 就已經形成了 它身上蜿蜒的這些圖案呢 就和我身後大峽谷的顏色啊 如同一致 這才是真正大自然所創造的藝術啊 那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從紅線開始 紅線這裡專門有一條步道 這條步道呢 可以直接達到大峽谷的底部 那今天呢就跟我一塊去走一次大峽谷的徒步之旅 因為地上全部都是積雪 所以非常的滑 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滑落到屋底去 我看很多的人在它的鞋上 都專門買了冰釘 而這樣的話呢可以防止滑落 那我現在沒有 不過我這個鞋還可以挺防滑的 那今天呢就是從紅線開始 那從紅線呢這裡專門有一條步道 這條步道呢可以一直走到大峽谷的谷底 今天就跟我一塊去感受一下大峽谷的徒步之旅 這裡有一個指示圖 現在我在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站道呢是Bright Angle Trail 那我今天的徒步路線呢就會從這裡開始 然後呢一直前往到科羅拉多河的Plateau Point 而停止 那整條線路大約需要4個小時的行程 往返呢大約是8個小時的路程 所以我的乾糧都在背包裡面 好看喔 也在這裡 那邊是一路由的 穿著的那邊 來看 好看喔 快看喔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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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路的積雪融化以後 完全是一段 非常難走的難尼路 在樹上這裡有一隻松鼠 還正在打望 它就像一個雕像一樣 一動不動地靜止在那兒 嗨 往上是一步 往下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条站道其实就是一直沿着大峡谷不断的盘旋 然后一直盘旋到谷底 在我这里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谷底 那目测至少还需要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才可以盘旋到那个地方 从大峡谷的South Ring到North Ring 徒步通常需要两到三天左右的时间 有些人通常就会在谷底的露营地 搭建帐篷 住宿一宿 像刚才前面看到的那些背包客 应该就是昨天晚上在底下露营的 不过如果要露营的话 通常都需要提前先预定 这里还能看到小动物的脚板印 应该是从这里一直跳到了底下 猜猜是什么动物 这里还蛮惊险的 是一个大转弯 底下 看一下 还蛮准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你好 這裡已經走到半山腰了 從這裡才可以清晰看到谷底 剛才在我這一座山上面 還不斷地在掉落各種各樣的岩石 看上去還真是蠻驚險的 對面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曾經被評為一生必去的50個地方之一 所以有機會真的要到這裡來 好好欣賞一番 這裡的冰雪已經集成了冰柱 而且地上到處都能看到 各種 哇真的好滑啊這個地方 一不小心 完全太容易滑倒了 剛才說到這裡到處都是各種急冰 像這個地方 這些冰柱已經都記得 像一個蠟燭一樣了 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沉 我來試一下 還搬不動還蠻重的 這看上去就像假的一樣 但是它確確實實就是一塊大筆塊 這一個路段 現在必須要稍微走快一點 因為剛才我看到 從岩石上不斷地在掉落各種各樣的飛石 這些地方飛石落得一地都是 所以必須要特別小心 撈一把 我看很多的人在它的鞋上 都專門買了冰釘 而這樣的話呢可以防止滑落 那我現在沒有 不過我這個鞋還可以挺防滑的 這個鞋還可以挺防滑的 不過我這個鞋還可以挺防滑的 今天摔了好幾次了 真的是把全身摔得又髒又濕 剛才還在注意地上的石頭 結果沒想到前面就有這麼多的急冰 這些急冰完全是可以當成溜冰場了 看得要非常地小心的 這裡以前應該是一個小的泉水 然後一直流淌 然後經過這裡 現在已經完全凍結成冰了 我現在已經走到大山之間了 但是呢還沒有到底 我剛才呢就是從對面的高山上面 一直盤到現在的山谷之中 那我們來360度的環繞一圈看一下 對面呢就是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屋底 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幽深 好奇聲 那就是科羅拉多大峽谷 我來看一看 大概是科羅拉多大峽谷 那也是科羅拉多大峽谷 我來看一看 那麽尤科羅拉多本 �彩 像是科羅拉多大部分 我來沒有想像是科羅拉多大 好 這裡就是懸崖的邊緣了 站在這裡 真是非常的 非常的險峻 我簡直是眼睛都不敢往下看 來看一下 站在這裡 風往我身上吹 我感覺我現在的腿都在發抖 來看一下我的腿 真的是太恐怖了 那我也站在這裡 360度的環繞一圈 我要非常的慢 從這裡可以望到谷底 簡直是太漂亮了 稍微聲音大一點 一定能聽到非常強烈的回聲 就像現在這樣 嘿 聽到了嗎 我還是快 快進去吧 真的是太危險了 那現在 還得繼續往後面走 OK 還好嗎 我還沒想到 那是太危險了 我快進去 那是太危險了 就要走 是太危險了 我沒想到 從這裡看山壁 真的是一直延伸到頂上 非常的陶俏 而且翻過這座山 還有更高的山頂 我們就一直 是沿著這個山頭 在不斷的往下爬 在不斷的前面 一邊走 間歷人的單裏 向下做這座山 亂動會長的山上 屯橋 他是山洋 一個字尺 我可以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大峡谷的顶端 我们走到现在的谷底 完全就是从冬天来到了夏天 现在我已经满身大汗 感觉就像走到了沙漠一样 这些峡谷的岩石里面 据说含有许多的矿物质 在阳光的照射下 会呈现不一样的色彩 而且在不同的季节 还能看到不一样的颜色 我现在腿特别的酸 如果你想和我一样 感受身体在地狱 眼睛在天堂的话 我很推荐 你来这里徒步旅行 前面怎么还有这么远 看上去就像一个盆地一样 走了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现在终于到达了谷底 现在的风非常的大 这里有一棵树 非常的小 应该是一个树苗 还被围起来了 应该是做保护使用的 前面这里还有很多的野生的路 这些野生的路 好像并不怕人 沿途这里总算能看到小溪了 这小溪看上去 精彻见敌 水温还不错 并不是山上的雪水 感觉到非常舒适的温度 这里的大潮真的非常的高 看上去应该比瑶咪还高 现在好热啊 真是日晒非常的厉害 这边 而且我整个嘴完全都干完了 走在峡谷的底部 和想象中还真的不太一样 刚开始在上面眺望的时候 感觉到下面只是非常的险峻 非常的陡峭 而且路面不太好走 而真正走下来以后 却感觉到如此的平坦 而且到处都是各种仙人掌 还有各种枯萎的植物 来360度看一圈 现在我整个人 完全就是在大峡谷的巡山环绕之中 这里还有一个标识牌 这个标识牌上面有一个 这种老鹰应该快要面临着 冰临了 所以到处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标识牌 前面不远处就是我今天的终点站 它就在这里 看上去已经有些人抢先比我先到了 从这里眺望下去还非常的深 而且底下呢 就已经是科罗拉多河了 底下还有人在划船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看上去简直是一种大自然雕刻的一种天然艺术作品 真是太漂亮了 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到了我今天的终点站 那来到这里以后呢 其实现在也应该算是下午了 在这里吃饭 欣赏大自然的美丽风光 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真是下山容易 上山太难了 我刚才就是一直沿着底下的山谷沿着这条弯曲的小道 一直盘旋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离山顶还早得很 那我必须要赶在日落之前爬到这座山的山顶上面才能拍到日落的美景 那我必须得加快速度了 从这里可以眺望得到大峡谷的日落即将开始了 这里的小洞窝特别的多 你看我的身旁有一只小松鼠 你看 你看你看 哇 它特别的不要脸啊 现在跑到我身上来了 来来来来 给你给你 哇 敲到我手上来了 我太不要脸了 这是松鼠 来 我跟它 我跟它来一只合照 嗨 大峡谷的平均高度啊 在一到两千米上 我现在呢 就走在悬崖的两边 这个地方啊 风特别的大 脚一滑 随时有可能掉落下去 哎 我前面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悬崖边跳舞 我们去看一下 哇 这点是自然与艺术箱结合啊 嗨 哎 他还不好意思跑掉了 美国的自来水啊 都可以直接饮用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自来水机 我们来试一下 还不错 有一股山泉的味道啊 泉水的味道 现在啊 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在我对面的大峡谷啊 看上去啊 更加的火红了 在大峡谷的上空呢 有一团乌云 这团乌云啊 看上去像漩涡一样 好像外星人要来了 这里啊 是看大峡谷日落最好的地方 坐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 你可以放下所有的浮躁的心理 忘掉你的烦恼 慢慢的呢 去看一看大自然 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所带来的魅力 其实生活呢 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在下一集中 阿森将会前往美国七大奇迹之一的佛佛大坝 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奇特的修建方式 让这里有一种神奇的反重力 阿森是否能展到真相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示范一下 看一下真的是不是能飘起来呢 可是看不见 能溫 你们好 你们用 手